中国节是中国古老的手工艺 一个小小的节不仅仅是美和巧的展示 更是自然灵性和人文精神的表露 这是极其永远无法替代的人工之巧 中国节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作为装饰品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中国节代表着吉祥如意 团圆美满喜庆和祥和等美好的寓意 因此在各种重要的场合和节日中都广泛运用着 要说起如何接触到的 其实我是在学校读书的时候 那是在97年 然后我们学校老师跟我们讲 有一个勤工俭学的可以去帮人家做一个代工 然后我们就去学了 那么后来去接触了以后 就一直在研究它 那么那时候没有像现在网络那么发达 那么那时候都只能通过跑图书馆 找一些书籍的资料 慢慢慢慢发现这个节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变化 研究的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然后也就越来越喜欢它了 一开始的话 其实就是好玩嘛 后来我就想到了 可以把我们原先做的这些元素融合起来 因为我是芭城人 然后呢我们芭城正好又是一个昆渠小镇 所以说我就受到这样的一些启发 然后把它定向于把我们的中国节 往昆渠的人物的这块发展了 把中国节的元素和我们昆渠人物作为一个融合 这个时候我是一个首创 那么这个呢是什么时候开始才真正开始做呢 应该是2016年的时候 在等应上发布的是那一套牡丹亭的那个杜丽娘和柳梦梅 一下子点击量达到了260万以后 从那时候才慢慢地把我本职的工作去放掉 然后再投入到这个行业当中的 发布视频的就是这一款 那么当时我做一个视频的介绍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这一个正面翻一个反面 就这差不多五秒的时间 就是点击量达到了260万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我们这一款作品整个是分三层来做的 所以它其实很简单 如果会的人他能看得出来 我们是用雀舌节 就是第一层的雀舌节 我们第二层有鞋卷节和雀舌节组合 三层叠加起来就可以把它做完了 包括我们边上的这一个部分 它也是雀舌节来做的 所以说它的表现方法会有很多很多种 就算一个节 它可能呈现出来有很多种形态 19年的9月份 那么正式在芭城老街上是开业的 那么来到芭城呢 其实有蛮多因素的 第一点呢因为是我本身就是对于芭城的老街 是有蛮多的这种情感在的 还有呢一个呢就是我正好也是在做这个昆渠的这些人物 芭城包括昆山 它就是昆渠的一个土壤 然后我能够在这个氛围底下 那我觉得是会有更多的一个激发我的一个灵感创作的一个源泉的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事情 主要是一个是看你们在学校里没有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这个表格上面你们还有什么 就是在记录的时候觉得需要再增加什么内容需要去加的 当时呢在我们昆山这一块 包括苏州这一块玩中国节 其实相应来说是比较孤独的 几乎没有人在玩 那么如何再能够把这个手艺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所以说后来才进到于学校 到现在我们已经有二十几所学校在做了 里面有分到小学 然后中学 下来就是直中 然后还有老年大学 主要是孩子们做传承 成年人做传播 以后我可能还会更多的 还是在我们中国节这一块去做研究 你一定要往里面深挖 昆曲是一方面 那么还有跟我们昆山有关联的 就比方说我们昆山有三宝 有琼花 有病地连 有昆石 我觉得我自己可能还是停留在于 我们中国节的是一些表面上的一些东西 我接下来的一个方向 还是会深挖我们中国节更多的一些内涵的一些东西 然后还是继续让更多的人去了解 和把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继续传播下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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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